生日快樂蘇珊 早安美塔的一天 從外賣開始 應該是從下午兩點多開始 對 下午兩點多開始 因為我們昨晚太遲睡了 今天是幸福的外賣天 如果大家想知道 為什麼我們昨天這麼晚睡呢 會來我的頻道看 為什麼可以這麼晚睡呢 是不是要打廣告 打一下廣告嗎 對 打幾個廣告 記一下 看到我的豬豬嗎 因為昨天 想要知道什麼豬豬跟財神爺 記得去看我做完那個影片 佩儀昨天呢 就有點不開心 說因為這個疫情沒辦法 沒關係 佩儀你在這 慘了 佩儀正在收集那個證據 幫你帶回來囉 豬豬 江豬豬 所以昨天去看我給蘇珊 驚喜影片的朋友們 你們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我沒有送禮物給蘇珊 對 為什麼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今天我即將送你一個 超值無價的禮物 這個禮物呢 就是我做你一天的CAMERAMENT 這個禮物是無價的 因為很多人要請我做攝影師 我就不要拍 我可以自己抓機不喜歡你 其實講攝影師也只是一個方式吧 最主要的是我想要幫蘇珊 紀錄他今天生日一整天的VLOG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VLOG的嘛 所以呢 今天一整天我會抓這個相機拍蘇珊 那這個影片要幫我剪嗎 因為做買大頂了 你幫我拍要幫我剪啦 留在我的頻道上 這樣子也算是一個禮物啊 因為影片裡面呢 你知道什麼東西最貴嗎 content內容是最貴的 所以今天我就幫蘇珊創造內容 所以我要講這個禮物是超級無價之寶 還有這一桌的禮物呢 就是太彩了 厚著臉皮加他們送我的 如果你們想知道他們怎樣送給蘇珊呢 請看長永的影片 你真的是夠了勒 很Q耶好像打開喔 不可以等一下 在這邊再一次感謝我的好朋友們 就是其實我跟你們講 不用送這麼貴的東西 送一個所害的東西也是可以的 就是給蘇珊有個content 有個內容罷了 不然他今天生日他真的不懂要做什麼 對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要兩三點 然後今天我就在剪片 不是是本來要出國的 哦 是要我們沒有出國 但是我們還有配啊 配 怎麼了 今天的一天從乾烙麵開始 咖哩乾烙麵 這影片呢 就變成吃播影片了 不知不覺 昨天呢 是這個蠻驚喜的一天 因為其實平時的話 如果你給我驚喜的話 我大概一半就會知道 但昨天呢 我是真的處於一個很萌的狀態 有一點嚇到是 這一個主題有點嚇到我 看前幾天生日 都不是大家幫我慶祝的 都是蠻低調啊 不然就是我跟蔡山我兩個人 出國去玩而已 因為我不太習慣 有人幫我慶祝生日了其實 所以呢 自己也不是一個喜歡過生日 我也不懂為什麼 我自己不太喜歡過生日 不過還是很謝謝大家 昨天幫我們精心佈置的生日 不過還是很開心啦 嗯 好 現在吃飯 蘇生的看戲日常 就連生日也一直在看戲啊 蘇生 誰應該帶我出去走走呢 不要啦 是誰的工作呢 在家不好囉 舒服 是啦我還滿enjoy的 算了 人老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只要送我禮物 你知道你只需要送我禮物 來送禮物先 乖 這真的假的 開禮物開禮物 來囉 我要等我化妝才開 那你去化妝啊 我要去變妝先 好 我在去化妝 各位想要看我的生日妝嗎 好你就上去記拍啦 走 他沒看到 為什麼生日這樣子 來囉佩玉陪你化妝囉 佩玉飛起來 對呀 這個是佩玉的化妝是誰 這個啦 嗯 還有一個秘密要跟大家講 沒有發現喔 我們辦了星期啊 但是搬家VLOG還沒出來嗎 好 不要再 我是夠了 可以鎖定我過的搬家 好亮喔 佩玉你看啦佩玉 好妝啦 生日妝 我的佩佩珠太高了 怎麼辦呢 OK 很好 佩玉 你是跟我同在的 這樣吧就讓他在一個角落上 好的 現在就是要化生日妝 這樣好像我是化妝博主這樣 就是化平常的妝 我真的不太會化 這個是昨天上天給我的生日痘 原來沒有的 衣服狀況只剩下痘印了本來 但昨天是生了一個生日痘 那我要不要 這個美妝博主呢 在化妝的同時就是純聊天吧 為什麼會再那麼可憐 就坐在地上化呢 又沒有禁止 就是因為還剛搬家 然後呢 什麼東西都還沒有整理好 喔這痘草煩了 更明顯 氣死了 這應該是我中學 之後畢業以來 好像第一次這麼多人 幫我佈置 然後慶祝一個生日 真的很久很久都沒有這種感覺 比較多是 我在幫人家做這些事情 因為平常呢 我生日的話 菜場我都會帶我出國 然後我也很喜歡出國外 是散散布散散心這樣子 就是一個愛往戶外跑的孩子 我現在幹嘛 噢噢 粉底 這個俠因為 皮膚狀況不是很好 感覺那種 痘印 這個要遮掉 結果這整個影片本來是什麼生日之旅 變成一個平白無常的talking vlog 我說那麼特別 那就記錄一下吧 反正這影片不是我剪 嘴邊我要講什麼 還幫我剪就好 完成底妝 我們現在用蜜粉 放一點黑眼圈 黑眼圈 脫妝的話會很可怕 眉毛 不可以 沒那麼厲害 就是應該要貼個雙眼皮貼先 看他今天眼睛會有點不乖 這樣子看到那個雜毛超多的 可是我想說 你的底妝會毀掉算了 這種你們還習慣我 抗瀏海的樣子嗎 我自己是蠻習慣的 但好像就是會收到很多思緒啊 講我 還是留回拼瀏海比較好 但是你們知道的咯 我拼瀏海 從你們敢認識我到現在 我都一直是拼瀏海 覺得你們應該看你了吧 除非一些比較新的觀眾 我自己也蠻想改變一下 然後會很想吐 看到我自己 我算是對於自己咧 像是很像我這個文美啊 就是我今年才用的 就是已經二十三四歲了 就是很多人其實 很早之前就有結束這個東西 可是我對於美的這個定義咧 我只要自己舒服就好 但我不會追求於過漂亮過美 就是屬於一個比較蠻懶的一個人 我真的不想再這樣啊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太懶了 二十多歲就這麼懶 就是有點說不過去 活得好像八十多歲的人一樣 然後開始給自己講道理 我每次滑Facebook啊 就想說 你年輕的青春 那又跟八十多歲一樣 那你青春過來幹嘛 但是我就是那種喔 唉唷 那整個影片 變成我是一世的影片 就是很想努力 努力那個勁一衝一下 唉 一些事情遇到的話 你就會 又這樣子啊 就是有一股很衝的勁 就會一次過去 處罰去做 但是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好累 然後開始慢慢懶懶懶 又要自己去發掘那個動力 現在呢 我就在屬於 在為自己找動力的那個階段 雖然這樣 我們也不是很廢的那一種 但就是喔 還有好多人 比我們更努力 每次覺得自己那麼懶的時候 我真的是 說不過去 變成一個我24歲的繁星影片 現在要幹嘛 畫眼妝嗎今天 有點懶 好吧畫吧畫吧 今天生日呢 要畫什麼樣的呢 喔 這個痘痘 氣死人啦 畫紅色嗎 講完這樣自己很厲害畫這樣 就畫一個橘橘妝唄 沒想到蘇生Diary又產生了呢 一個橘橘妝 我跟你講那一雙超煩的 就是這樣 很大片喔 什麼鬼都沒有 有了還是有一點這樣 有嗎 有沒有橘橘啊 插到眼睛了 有點螢光橘耶 天啊 這樣有什麼顏色呢 霍色嗎 配配好嗎 配配 是不是太濃了 天啊 會不會他就要去卸妝 閃亮閃亮 你們還看得到我嗎 抱歉 我不知道 我沒有拍過這種東西 你們不會 很醜耶 這樣可以 嘿嘿 閃亮閃亮 然後我現在要 刷睫毛 試認我自己刷睫毛是非常棒 等部影片然後要教化妝 欸 我也沒有教 我只是叫你們看我畫 好 然後我這個人也很奇怪了 不要講太常用啦 就是其他人送我的禮物 我的心情也是會怪怪的 就是我不習慣 就像收別人禮物 就是稱讚我幾句啊 我就會 不然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他們講這種 是不自信的表現 可是我也不覺得我不自信啊 但就是別人給我讚美啊 就有點不自在 好 配配活著 啊 我的天啊 今天對睫毛怎麼那麼長 也太誇張了吧 今天 為什麼都不只這樣 這個睫毛 可以把人刪死 今天要幹嘛 喔 腮紅 喜歡的腮紅是兩層的 紅色加橘色 一直來一點 不要問我為什麼要打鼻子 因為 我也是看別人學的 那種高光啊 修容那些 我不會那就算了 貝貝豬我漂亮嗎 貝貝豬漂亮嗎 貝貝豬漂亮嗎 喔 我是不是今天畫的妝太誇張了 還是行啊 我覺得這個可以 先拍一個YouTube 先來去找個頭髮弄 然後再換個衣服 請請請 我們準備好去哪裡 迪士尼 常常講迪士尼耶 給他一點反應耶 走吧 我們出發去印頂呢 我們去印頂要幹嘛呢 可以玩什麼 我們去上面吹風 我們主要是上去吃個晚餐啦 吹一下風啦 什麼晚餐好吃 很好吃的東西啊 吃印頂的東西 特別好吃 特別貴 什麼生日 各位觀眾 看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換點 決換了點 所以等一下我們回巷子 就是到了印頂 就會給蘇生一個很大的驚喜 所以他到了 他要先蒙著眼睛 開始了聽說你講話 聽聽還有什麼驚喜 這個也是不例外的 就是浪費電池啦 這個是蘇生 第二十三次的生日啦 二十三年 我不知道他過了 開不開心 但至少呢 我知道 今年想必是他最開心的 二十三大獸 二十 二十四歲啊 對不起 二十四大獸 生過了開心就好 就好像愛因斯坦說過 人家二十四歲 就好像一把劍 你不拔他 感覺永遠在那裡 蘇生呢 其實呢 我看著他長大也是很欣慰啦 可以過這種程度也不簡單啦 然後這個相機在我手上越久呢 這個電池越快沒有電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鏡頭呢 交給男朋友的弟弟 嘿 又是我 各位 這個 再見 耶 我們安全上來這個雲頂了 整個路程大概花一個小時十分鐘左右 非常地累 因為都是山路 我們現在大概是八點多到雲頂啦 現在去買衣服 對對對 你們看實在穿怎樣 哇實在去夏威夷啊 還有帶衣服 運氣拿了 我們到雲頂了 發現喔 雲頂怎麼可以這樣多人 因為我們總結束要來過生日嗎 哦 謝謝勒 這回事來雲頂 我們好像是 去年常用生日 是嗎 我們上來拍照 哦對 誒 他的天怕知道他比較少人耶 但是現在我們主要是去吃晚餐先 最常有時候要帶我吃龍蝦 重點是不用排隊 你沒有吃過他的時間 重點可以吃喔 各位剛剛我們點好餐了 因為其實我是來這邊吃過了 但是之前是吃免費啦 沒有點餐 剛剛呢隨便點一下 我估計就大概應該吃了 八百多塊馬幣左右 因為我們點了四粒Burger 然後還有兩個龍蝦 其實呢 我們平常都這樣子吃 因為平常我們都是吃很K的東西 難道今天輸的生日 我們要花大錢 我第一次吃很貴的 重點是只有我給錢 等一下等食物到 再跟你們介紹一下那個食物 多少錢一個 我們這個人吃 這一次大概這邊最小的是1.5公斤 然後 差不多要五六百塊馬幣 他會吃 耶 他要飛了他要飛了各位 吃豬條 好好吃 開心可以吃一些垃圾食物 真的都是 超級貴的Burger來了 觀眾講這個Burger多少錢 八十八零幾 重點是 它裡面有豬肉有龍蝦有牛肉 我們等一下全部都要把牛肉拿出來 最貴耶就是牛肉 對啊我把最貴的拿出來 給你們看我最終的Burger 師傅你的Burger都會變這樣子了 八十八塊Burger 各位給你們隆重介紹 我覺得這間店最好吃的呢 是它這個Chili Roaster 它是那種中華愛產做出來的 就是比較像我們平時吃到那個菜餃 因為它龍蝦很大隻 我們都把八十八塊丟在這邊了 剩下三塊也不錯 對 真的 這呢就是烤的龍蝦 因為我們有教一次五百多塊的大龍蝦 因為那隻龍蝦是六百多塊 然後我們把它做兩種 一種是烤的 一種就是做一個Chili 所以我們今天很多龍蝦吃 哇這辣椒不錯耶 這辣椒不錯耶 你是不是從來沒吃過這樣大的龍蝦 我把它包跟Burger一起吃 哇很冷耶 哇燙燙的 請問是你人生吃過最好吃的龍蝦嗎 絕對是 太嫩啊 很少吃到這樣嫩的龍蝦 很足嗎 這個生日餐 這個比蛋糕會很XX多 哇 我們現在已經吃飽了 然後呢打算在這邊拍照 走走度過我的生日 剛剛那一餐我們大概吃了 1000 ringg Oh my god I wanna become MTT 是滿足齁 滿足 這個就是你的生禮物啊 你們也不要吃過 我為什麼沒設施的生禮物 今天這個影片就是她最美好的回憶 請你們看看我送她的生日禮物 什麼啊做出來了 噔噔 媽媽的生日禮物 不要講出來 現在進入蘇生的開禮物環節 不知道我後臉比較嗎 送禮物一定要來拍開箱一下嗎 我們先開最明顯的 大妹送我的 Lisa 偷看你 哇很漂亮耶 哪一個 紅亮的 其實紅亮送的這個我覺得你會喜歡 因為她問我們要什麼顏色 我們選這個顏色 她的禮物真的很開心耶 就像你買包裹 買淘寶一樣 一層還有一層 坐墊啊 就像 這樣 她可以坐在椅子上 唉唷 很可愛 她懂我的品味耶 就是這樣了嗎 應該不是這樣吧 我整個坐下去了很可憐 現在開 看阿永送的禮物 阿永送你什麼水壺啊 保溫瓶 還要你多喝水啊 是不是 剛好我最近缺一個水壺 欸粉紅色耶 有點pink喔 果然是pink喔 你塗完 香喔 哈哈 那Nikki送的 這應該是口紅吧 究竟Nikki會不會送綠色的口紅呢 唇釉嗎 這顏色好像是你喜歡的顏色耶 本來要找類似Chanel同款的 Nikki Nikki Minash 我現在塗 其實它比你現在這個顏色更適合你 完美的耶 哇Nikki很懂你喔 哇 嗯 太厭 彤彤我以為他原本送那個零食 因為這個BBQ到一半我都餓我奶吃了 不可以給吃的零食 剛我在廚房有看到他的包裝 因為他皮膚很好嘛 我就問他 欸你有去給人家清痘痘的嗎 他講沒有 然後他講這個的修復很好 I got you 我們來看看Cassie送我的禮物 一根糖 是零食嗎 我覺得是吃的啦 什麼來的 鞋帶 Cassie都沒送過禮物 我看不懂了 我是知道他們送鞋是不是 那朋友送到這個東西 喔對不起我錯了 這個是Payong跟Cassie一起送的 所以他們送一雙鞋 然後再送你一個鞋帶 他們有問我你喜歡什麼鞋啦 這個好貴喔 我的天啊 是什麼呢 Susan 這是Protamati 是那一雙嗎 要的是沒有鞋帶的 原本他們問我你要拖鞋還是另外一雙 拖鞋 喔你要拖鞋啊 好啦對不起是我的話 Payong對不起 可是這個我也是很想買 可是我不捨得買 這個高腳會比較貴的 對 而且這種配衣服很好配 只是這個尺寸 是不是你的尺寸 他好像沒有六號半喔 KC就給我手機講什麼你知道嗎 啊你們繼續換啦 我本來想要買淘寶便宜的鞋子 結果你們送了他高貴的鞋子 啊好好看喔 我們來看七有送我的 他會送我什麼 我覺得這是香水 究竟你七送什麼呢 他有寫卡片給你啊 沒有 誰 欸 你是不是忘記寫 看待你弄一堆食物的份上也這樣 這個肯定是香水啦 打開來 喔真的是香水 他香水很貴耶 你傻了嗎 你怎麼會送這個 都跟你講喔 昨天那個軍旗生會 米奇友是策劃人之一 所以 他也算是你的男朋友之一 這個很貴耶 哇盒子這樣摔的 很美喔 給我啊 很香耶 是女神的味道 是米奇友一生的味道 噴噴 噢我修好比起貨了 蛤這個很貴耶 真的香真的香 你啦 讓人家花錢 我都叫他們送不要這樣 這幾個東西了 也不敢送手海東西 最後一個Danny 最大分了 重點是他還拿人家的箱子在裝 裡面是什麼東西呢 1 2 3 我兩個中一樣的東西 它就是椅子 好可愛喔 哇Danny 你很厲害耶 這算是我們新家的禮物 你知道Danny為什麼買這個嗎 他可能想說來我們家裡面一直做 還可以做這個 然後這個是一配的 貨費喔 很貴耶 來一提供 再提供 準備還錢 這個菜籃會款給你們 小事 好了大家 現在我們回到家了 然後蘇森就在客廳看他的電視 其實我們這個影片是有一個小驚喜的 這個驚喜是長樂 從JB帶上來給他的 就是因為這幾天呢 其實我算是蠻忙 然後沒有時間回去JB把蘇森家的狗借上來這邊 因為蘇森一直都講把他的狗借上來 跟他一起住 然後陪他這樣子 然後就前天的剛好回去JB 然後跟我講 把他的狗借上來 然後給蘇森看這樣子 我覺得蘇森人家會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在昨天就給蘇森驚喜生日會的時候 蘇森有一猛眼一放起來 就看到他的狗不肥不肥 但是這樣子也好 因為他沒有想到今天會有狗 長樂呢現在就去蘇森姐姐家帶狗過來 大概還有在一個15分鐘左右吧 所以等一下就看看蘇森有什麼反應啦 上安排結尾了囉 結尾了囉 生日要過好了 已經過了 我很糗啦 你只會在上面打game走開 你跟你在生我氣是嗎 我沒有在生你氣走開 你真的在生我氣嗎蘇森 我不下來啊 我不應該打game啊蘇森 這個龍蝦還不開心啊 拍影片 對你就會笑 剛剛跟你講話有點不笑是不是 蘇森又來誇張啊 不要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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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夾夾 打game打game 下一個嗎 加油 各位掰掰 今年最大願望什麼 送我禮物 這個就是你的禮物啊 你有什麼感想嗎 禮物啊 你分錢給我 你要什麼錢 不要打我 沒有打你 你不是 打妳來咯 趕緊打妳來了 開會12秒 沒有 9秒 有一本当看 可能從JB送上來 真的?八百塊 Babey你拆昌樂 就是我 沒有感動 這次昌樂給蘇珊的驚喜 你應該不知道他會送上來吧 不知道喔 不可以小便啦 對了剛剛忘記講這個呢 是昌樂跟沛山送我的生日禮物 然後今天的生日福就到這裡了 很謝謝大家 就是給我的祝福 給我的生日禮物 然後還有一些很多很多 人很寫很多感動的話 那些我都有看到 謝謝你們陪伴了我那麼久 感興的話不多說 希望未來無數個生日 還有你們陪著我 好生氣 就這樣子啦今天的一天就到這裡了 掰掰